以前後 民眾都想要出國去出頭 交通部長 王國債今天也去台東國際基調 會寫 因為台東基調 目前只有三條定期的行程 部長是表示會來討論 很多航班的可能性 要算七八月份 會先來啟動保育 另外 將對於台天 明年度的公司法 王國債也強調 部長的補貼都已經準備好了 當市長的臨算是要求 要有很好的交通能力 台東基調的國際大廳 看起來是空空空 以前過了的觀光越來越接 不過台東基調 也在沒有學興的狀況 未就民眾立委 這是因為台東基調的基材太少 不像其他的基調現在在裡面 是不是可以給航空公司可以有更多的優惠 然後我希望交通部其實可以有一些政策性的講助 交通部長 王國債和立法院的交通委員會 十二去到台東基調是這個了解 哪個臨的臨臺都說 現在台東基調是軍 民 合用 相關的規規定收規 這裡的造型現在定期基材只有存三條 跟以前正常的十四條比起來 實在是差太多 王國債表示 目前台東基調 雲梁已經回來要6席 不過台東基調 只回來兩席左右 速度太過萬 已經邀請了國際來討論 趴勝在七八過時 代行來揮動包機 包機在七月 八月 應該最少有四個行點會包機 針對可能的這些 盡早開放的行點 我們趕快來做一些討論 除了要視乎台東基調 交通部還要面對代替 明年度就要講什麼 看 王國債強調 當事長跟總經理的認算 都需要跟港匯 也有完工討論 但卻對於可能引起的鐵枝條 王國債也說 完工就要有信心 期待所有台鐵員工對公司外要有信心 他未來就是說 有更多的資產的開發的權利 王國債表示 當事會的認算也已經出來 回來跟行政圖做最好的確認 相關的補貼方法也已經訂好 未來代替會有更大的力量 轉心在經營跟安全的改革 記者總會報到 好像在本身上說 我發的規模 剛好